今天我们全家出动去干活 我和我妈去掐地瓜梗 那个地瓜梗再不掐就老了 我爸会扫鱼巴去把年糕米给弄回来 你爸昨天拿点鱼就温柔了 那个鱼汤弄来的口袋里羊子就温柔了 这味太大了 就赶上那个晒的鱼干了 可大味了 再去扫鱼 今天的电动车要承受很大的压力 这两个都不算钱 再拿两个也行 上来 这就是我们家的地瓜 再有一个月就能抠了 妈那边怎么看得那么少 那么那两天就会耗了 耗就给打 打擦一样以地瓜越紧 哦 那这边也得厚是吧 这边也厚 就是那个那个 可能旧就得了 就不弄了 嗯 我爸和小鱼爸去弄年糕米了 离的也不远 我们就是把地瓜案子上这个梗给掐下来 然后叶也掐下来 比如说这个梗等着冬天的时候 可以炖肉吃 拌凉菜吃 这叶点不起来拿回家 拿回家 拿回家为日 嗯 怪呀 就热了 你就这么低 淡度把这个叶感觉热不得 你要是多一多 半点 炕 他就吃 哈哈哈 都有用 哈哈哈 不加点掐 嗯 嗯 新鲜的 嗯 新鲜的 新鲜的 嗯 这么旧就有地瓜 还有也走 在掐了一半了 还有一半没弄 这弄完的一大框啊 要都西外掐 不是一框 那掐不少 嗯 海港说他们那边都没吃过 给我婆婆他们弄点吧 今年 地瓜刚刚今年咱们在下劲的时候 给你婆婆弄上别人家弄 别人家 就来他们家都不要 是吗 他的地瓜好肚胖 哈哈哈 给你婆婆弄点 行 嗯 都掐完了 等着下次来扣地瓜 妈 这一大框够咱们吃一冬天的 嗯 一操好水哈 也不这么开肚 嗯 还行 我爸他们也快弄完了 来了 三轮车呢 三轮车挺大道是吧 嗯 这还得扛出去 这没有小 没有道是吧 嗯 爸这块地不大呀 嗯 这块地不大 也就能搭扇带的 嗯 这块地种的是年苞米 这扒还挺大 嗯 这年苞米哈 一层六大 嗯 冬天好扒叉 好 好绿莓勺 嗯 哈哈哈 把这个绿苞米盖拿回去喂养啊 啊 这个拿回去喂养 这个塞干了之后就拿回去 他们垫垫肚圈 嗯 这个垫肚圈 小鱼爸很卖力啊 哈哈哈 刀坑败了 嗯 快刀闪了吗 完事 收货两袋半的年苞米 只要付出就有收货 我妈弄完地瓜坑又在别人家针子地 拦了一点针子 妈这碗也能拦着 哈哈哈 对了这标准数个里面 我都没看见过呢 对对对对对 啊 在窝里边了 这真是 再弄满盆再回想 弄满盆 我也找了好几个 确实不少 这大针子就是人家摘的时候落下的 然后手大了就掉地上了 这一趟收获不少 还剪了个手套 新的 走了 走 上来 把叶子剪掉 逛留梗就行 叶子就未讹了 这个梗待会上锅蒸熟 然后晒上 大铁正能盖 真轻的 没盖石 没有事 开过了 这个就下去了 嗯 嗯 扔的哈 那不大了 嗯 老的 正好 正 行 对吧 越少大的正好 嗯 干 干就快 那边都阴天了 我看要下雨呢 不要紧 下不了 下了也没有事 下了就把它放冰龟的 怎么又不然就都歪了 别搬动 我还在探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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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鱼 啊 今天上幼儿园开心吗 开心了 我们还跳舞 嗯 哦 那你哭了吗 不哭一小伙子都不哭了 明天别哭了啊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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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